斗魄之无上之尽 第809集 四根石柱轰的一声 石柱的顶端四道雷电冲天而起 然后汇聚在了半空之中 形成了一个雷球 旋即在雷球之上 一只脑袋伸了出来 然后睁开银白色的眼睛 猛地看向了硝烟一众 雷火 花布宇和硝烟都是奇奇惊呼 在书籍中对此有过记载 随雷霆而出现 乃是雷神养的宠物 具体失利未知 不宜应战 硝烟和花布宇 都是同样的想法 哪怕只是斗神的一只宠物 都不是什么好惹的玩意 跑 硝烟大喝一声 这种情况就只能先往大殿内跑去 希望这雷狐不会为了攻击他们 而毁掉大殿 众人会议 旋即都是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了雷灵殿 而这段路 离主殿还有着很长一段距离 大道直通主殿 以及两侧的分殿 东宫和西宫 雷狐速度极快 眨眼便是到了硝烟一众的头顶之上 这雷狐面如狐 后有九尾 浑身殿狐闪烁 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炸之声 轰了一声 雷狐一下子就窜到了众人道路的前方 挡住了通往大殿的道路 一双狭长的银白之眼 打量着众人 主人有语 当生人杀床入者 而当擅闯雷灵殿 杀 雷狐缓缓开口 声音如闷雷 昏昏沉沉哄哄作响 笑战眉间怒气乍现 身形猛的向前一踏 身后天笑虎相 便是咆哮出声 笑声雄厚绵长 胡影收敛 化作护照 照住众人 此时不知这雷狐实力 但看着雷狐在这殿中修炼 也绝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够对付的 这雷狐若一直在雷灵殿中前修 又是雷神之兽 实力定不会差到哪儿去 就连花不语都无法感知其实力 众人定然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雷狐悬疾 也是一声惊雷般的咆哮之声 而后一找拍在了笑战的防护照上 笑战的防护照 如同无误一拍即散 雷狐向着众人扑来 硝烟一众连连后退 硝烟立刻运转 紫辰虚灵绝 身上三奇雾的力量便是混合在了一起 变成了一种无比奇异的力量 一瞬间 硝烟施展出了荒拳三剑套 大天造画长 千尺无影 圣天连剑 甚至小医都出现在了硝烟的头顶之上 凝聚出一支支火箭 此乃 硝是不解释连招 硝烟缓身开口 他已经是将自己浑身的招数 全部都施展了出来 当然 众人此刻也没有闲着 花步鱼也是一马当仙 硝敌声音响彻 先知元气化作的声波 威力也是强大无比 朝着雷狐 笼罩而去 关东全影漫天 朝着雷狐狂轰乱炸 而无畏战队的众人也是各施手段 不过实力只有斗地的他们 这些力量对于雷狐来说 完全可以不值一提 轰轰轰响声连连 漫天的爆炸 火光将雷狐的身影完全淹没 走 冲过去 硝烟沉声开口 此刻已经不能再退回去 因为一旦出去会更加危险 若是遇上了白甲和金氏一家 不会比这雷狐好对付 趁着火光 众人便是硬着头皮冲了进去 而火光之中 雷狐身影乍现 一掌便是朝着众人拍去 此时众人心中一记 这一掌拍在谁的身上 都是会死人的 就在这关键之时 龙翼身后龙影乍现 巨大的龙头出现在众人的头顶之上 一声响彻整个雷灵殿的龙银 那雷狐也是猛然一掷 身形一下子就弹开了 看着半空中的巨大龙头 阴白色的眼中出现了战力 退后数步之后 雷狐低着身子 嘴中发出一道道的暗吼之声 爹爹 你们快走 龙翼立刻对硝烟大喊 因为硝烟知晓 以如今龙翼现在的实力 只能凝聚出龙头 而且时间并不长 龙翼再度对着雷狐嘶吼 雷狐低声暗吼不敢往前 与此同时 在后方出现了数十道人影 雷狐被龙翼威慑 不敢接近 而后方白家和金氏一家 才匆匆抵达 远远地看见了硝烟一众 在与雷狐对质 雷狐似乎也是发现了 后方的白家和金氏一家 就在此时 硝烟一众抓住了机会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了主殿 雷狐本来还想继续追硝烟一众 龙翼的一声龙吟 却让他止步了 玄机雷狐将心中的恼怒之意 全部移向了白家和金氏一家 该死 他们怎么跑到我们的前面去了 金震大骂一声 此刻金震和白雨昕 各自带着自己的手下 远远地便是看见了 已经跑向主殿的硝烟一众 家主 就是他们 原本我可以将那头畜生斩杀 途中却被他们搅局 还让我金氏一家人员大损 吴恒健冷冷地看着硝烟一众愤怒地说 他差点被他们害死了 吴恒健自然是恨得他们咬牙切齿 放心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包括外面那头畜生 金氏一家的亏损 必须拿他们的命来弥补 金震也是沉声开口 若非不是虚空是种 在雷海中干扰了他们一下 防护罩也不会被那些虚空兽攻破 说不定他们早就穿过了 不至于被硝烟等人抢心 喂 我说金家主 少在那里大放厥词了 还是想办法先解决 眼前这头畜生吧 说着 白雨昕倒是有些听不下去了 便是开口对着金阵没好气地说 在他们对话间 雷狐已经是猛突了过来 把对硝烟他们的怒气 此刻都撒在了他们的身上 雷狐久尾不断地伸长散开 形成了一个雷球 将白甲和金氏一家包裹在内 雷球之中电弧闪烁 一旦触碰到电弧 便会被这电弧麻痹身体 在行动速度和攻击速度上 都会有不小的影响 该死 都过去这么久了 雷灵殿怎么还有这么恐怖的东西存在 白雨昕 你我二人必须联手才能对付他 金阵大骂 说完便是看向了白雨昕 白雨昕倒是不以为然 而往往白雨昕这样的态度 令得金阵 也拿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别以为我不知道 看到白雨昕不愿合作 也是冷哼一声 白雨昕也白了金阵一眼 冷声回答 谁死谁生 还不一定呢 雷狐的实力 都在白甲和金氏一家之上 白甲和金氏一家 想要通过雷狐这一关 恐怕也得花费不少的时间 而与此同时 萧妍他们 已经快到了大殿的尽头 萧妍 我们是直接进入主殿吧 不过摆在众人面前的 却是三条路 分别是主殿 东宫和西宫 而在记载之中 主殿只有雷神一人才可进入 就连他的徒弟都不能进入 想必这主殿之中 藏着雷神不可告人的秘密 走到了尽头之时 忽然在那主殿的下方 众人看见一道身影 非常干瘦的身影 眼眶凹陷 头皮也如枯萎了一般 干瘦如柴 瘦得几乎是皮薄骨头 其模样看起来 竟与只剩骷髅的下增灰相似 有人 众人见到眼前突然出现的身影 脚步都是一致 而这道身影拿着扫帚 打扫着地面 而地面上 却不曾有一粒灰尘 身上也并没有敌意 别急 我们先上前问问 或许他也是雷神的守护船 萧炎小声说 说完之后 便是缓步对着身影走了上去 然后微微抱拳攻守 这位前辈 晚辈等是前来雷灵殿 寻求造化 前辈 可否指一条明路 萧炎的语气很恭敬 此人身上 气息泯灭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死忌 生气少之又少 不过萧炎也并没有大意 因为这里曾经是一个斗神的府邸 能够在斗神府邸出现的人 绝非是等先之辈 那枯瘦的身影文言 微微顿了顿 停下了手中的扫帚 微微地抬起头来 看向萧炎一行人 打量了一番之后 朝着萧炎身后指了指 然后开口说 从哪里来 就回哪里去 萧炎文言也是愣了愣 有些不解 枯瘦的人影是直接下了逐客令 此时退后 便是白家和金氏一家 已然是没有了退路 萧炎继续说 若是雷灵殿 不允许他人进入 为何又要散布钥匙 引人前来呢 枯瘦的身影微微一正 缓缓地抬起头来 看向萧炎 其目光打亮到萧炎面目之时 枯瘦的脸庞上 出现了一股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过旋即又摇了摇头 小子 你姓甚名谁 枯瘦身影开口问 却没有回答萧炎的问题 萧炎 看来是我多想了 只不过模样长得有几分相似罢了 算了 既然你们到了此处 便也是缘分 至于你们口中所说的造化 我这里 没有 萧炎闻言愣了愣 不知起言何语 说完 枯瘦的身影脸色 忽然一变 猛地看向了萧炎身后 原本死记的气息 忽然变得杀气凛然 除了你们 还有其他人踏入 萧炎点了点头 转头看去 便是看见雷光冲天 定是白家和金氏一家 与雷狐站得不可开交 看来 看来时候真的到了 雷狐 让他们进来 枯瘦身影缓缓开口 声音沉沉如门雷 传荡而去 与白家和金氏一家交战的雷狐 这才收手 此刻再看两家 都是各自迎战 并没有合作 所以都被雷狐所伤 显得有些狼狈 包括金镇和白羽熙 以及吴恒剑 雷狐的强大 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再这么站下去 恐怕他们 只有一命相搏了 白家和金氏一家 从后方缓缓地走了过来 金镇本就是个胖子 此刻累得气喘吁吁 满头大汗 与雷狐交战 他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但也未能与雷狐匹敌 身上都有着 大大小小的电弧灼伤 吴恒剑见到 萧炎一众之时 双目便是被杀一充斥 一个剑步 便是朝着萧炎 一掌袭了过来 萧炎为之一惊 而孝战 则是一下子 将萧炎护在了身后 身后天孝虎相 便是凝聚而出 他之前接下了 无痕剑的一拳 不过这一次 无痕剑不会再留机会了 即便孝战肉体再强悍 毕竟也只是斗地实力 这一拳下去 必死无疑 哼 看我不将你轰成肉将 无痕剑拳头之上 先知元气狂涌而出 在其拳头之间凝聚 五星斗仙的气势碾压众人 拳头未到 光是拳风 便是压得众人脚步不稳 就在此时 萧炎身后一道清风 花不语的身影乍现 也是一拳挥出 拳风呼啸 眼看着就要撞在了一起 一道声音轻轻响起 声音不大 却又宛若惊雷 看来我雷神威名 你们是不放在眼里了 轰然一声 整个雷灵殿的气压 都仿佛一沉 无痕剑和花不语的 拳头戛然而止 二人瞳孔猛缩 身形一致 众人闻声看去 身后那枯瘦的身影 消失不见了 变成了一个身高两米的 标形大汉 一身剑子肉 最惹人眼目的是 那闪电般的发型 浑身上下的肌肉 那块头比起笑战 都足足大了一圈 站在众人面前 就如同一座小山一般 雷神 众人惊呼 所有人的表情都是一致 在书籍中 也有雷神的画像 虽然不是很写实 不过大概还是能够认出 眼前这个健壮的身影 就是传说中 已经陨落的雷神 白家和金氏一家 全部都是低头拱手抱拳 额头之上冷汗之帽 就连无痕剑 也都是吓得低头抱拳 寒毛之力 我还以为我雷神之名 已经随着时间消失了呢 看来 还是有人记得呀 壮硕的身影 缓缓开口 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整个雷灵殿 响彻着雷神一个人 爽朗的笑声 一瞬间 气氛有些尴尬 哼 你们能够来到此处 皆是缘分 想必你们来到这里 都是想要获得我的传承吧 雷神缓缓开口 每说一句话 都有一道惊雷随之响臭 尽显威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计划 coal